在锅里倒油 放入猪肉碎炒 然后加入大蒜和酱油 接着把刚刚切好的洋葱 全部倒进锅里 这一大锅的洋葱翻都不好翻 要不是大叔是做了20年的厨师 还真的会难到他 接着试把糖和盐放下去 和洋葱一起炒 倒一勺黑乎乎的酱料 加一些淀粉 煮一会之后倒出 用机器把面团揉好 接着是把面打压成薄薄的一层 最后用机器切成面条 在锅里放入油 加入猪肉条 还有大蒜一起炒 接着加入豆芽 洋葱 胡萝卜 还有辣椒粉 大火翻炒一下 加入大半锅的水 放一点乌仔 最后倒出在盘里 煮一大锅水 放入面条煮熟之后 捞出用冷水冲洗 又用热水浸泡 放到碗里 放入煮好的配菜